道路上的切磋算機 只要車輛超過速度限制 就會馬上吸送 一年都可以開出10萬頂的紅燈 但是網路頭上 團出破壞的方式 只要車輛做回經過算機 電腦就沒辦法做分析 但是要遇到這種機會 實在是這麼做 到最快風也有分辨的方式 從這裡就表示 只要透過電腦 以及簡單的渡載 來算到最好的角度 就可以知道是哪一台車輛的危機 目前以後這樣子開 來規避警方的取締 其實不然 其實我們的在使用的儀器設備上面 他都有辦法去可以判斷出 哪一台是違規的車輛 除非你今天你的開車技術非常好 你兩台車子就是一模一樣 並行 完全沒有間距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沒有辦法 去做一個取證的動作 雖然有方式可以破壞 但是一模式的理 也是有接到紅斷的方向 所以管護警察局就好有品種 不可以用到木陷的心態 來相片的協商機 大家有時候覺得說重疊就 不會被舉發這部分 其實是有辦法分辨的 我們器材的種類跟它的功能 都可以做區分 那另外晚上的話 我們也是都持續有 在做這個操作的取締 包括到手持的雷達 手持雷射的藍茶 還有晚上的相機也都會拍 還有一些是紅暗線器材 甚至說閃光燈 都有辦法補足這個光源 如果幾分鐘的時間 就18台車輪圍圈 民眾要是收到幾季 安全開車比較實在 記者站尾上彩虹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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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